HELLO 大家好我是艾亞狗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薛麗丹的新專輯 道序 這張同時也是他個人首張創作專輯喔 第一次看到薛麗丹呢 是在顏色組場秀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哇前面的合成長得也太漂亮了吧 後來凱就突然跟我說 他聽到了一個最好聽的版本 City of Stars 然後就播給我聽 聽到一半他就問我說 你知道這是誰嗎 然後我想說 我哪知 後來他才跟我說他就是那一個和聲 然後剛好就播到痛痛飛走這首歌 超級好聽我那時候瞬間就喜歡上了 後來在Lexie Mini他辦了一個專長叫做 沒有月亮那天 這首歌同時也有收錄在這張新專輯裡面 然後正常當天剛好是我離職的那一天 然後因為要換到一個新的環境嘛 所以多少會有一點不安 然後我就被薛麗丹的歌聲療癒 最後我就買了這張EP 是不是很有質感 放在家裡也非常漂亮這樣子 延續呢對作品的堅持 這張新專輯呢 也有很多細節 我是在他們那個官方 賣場買的 他寄過來都是用這麼有質感的泡泡紙 還有這個是只有在官方賣場買才有的庫卡 他一共有兩款 我抽到的是這個 後面還有一排字 桃紅色 好緊張喔 我還沒有看過耶 雖然已經有看過有人開箱的 照片 這樣子 這是一個小袋子 拿出來 哇 好美喔 這個要先把他拿下來 一個很大的橡皮筋 這應該是歌詞本跟一些美照 先來看這個 他直接放在這個板子上面 他是一個很厚的板子 然後後面貼了一個這個 貼紙 這張貼紙大概也是一張一張貼上去的 很漂亮耶 就是這個 有捨才有得 這一個專輯就是要讓你 破壞一些東西 然後你才可以看到 裡面的內容 我撕囉 我如果把他撕破怎麼辦 再買一張 哇 其實濕這個蠻爽的 好緊張喔 這太能濕了吧 有了有了有了 好療癒 我好爽喔 太爽了太爽了 真的很爽 好打開來是這個 這一面應該是歌詞本 intro 然後什麼 第二首第三首這樣子 好 然後怎麼看到後半段呢 來撕開這一條紅色 很心疼耶 還是我們再買一張 啊不要開 它是直接撕掉嗎 哇 啊可是這樣很緊耶 太久了啦 試不過來 欸可以了 拆掉了 我一定是用錯方法了 蓋太久了 拆開之後呢 這邊就有一個這個 欸 拆開才看得到的 一些很淺的美照 看起來有點銀色的感覺 拍得出來嗎 銀色的感覺 很淺很淺 拆開才看得到唷 OK 接下來來看一下 聽說有很厲害的照片 好美喔 好喜歡他這一次 頭髮的造型 那個公主切 他用了很多不同的紙張 印刷 來 哇好漂亮喔 超漂亮的 完全可以當桌布的漂亮 他把那個歌詞本跟美照分開 讚啦 最喜歡看專輯美照 這張專輯早在9月19號的時候 發行那天我們就買了 但是一直不敢開箱 因為知道他的細節很多 然後 不知道該怎麼好好介紹 所以拖到現在 最後我們還是決定用最自然的方式呈現給大家看 然後 然後裡面喔有十首歌 包含了 intro跟 插曲 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歡的歌是 這一個 生存偏見 除了他的那個 旋律我很喜歡之外 主要是因為他的歌詞啦 因為 他就是在講一個 你走在你的 人生的路上 然後突然 不知道要往哪裡去的時候 他給你一些比較正能量 我好像還蠻常遇到這種狀況的 所以聽到這首歌 就還蠻有感覺的 然後 凱最喜歡的是這一個 轉過來 Summer Cafe 他第一句歌詞就是 氣溫39度半 然後在眼前 超濕的 很熱 也是很有感啦 熱感 你喜歡那樣的下午就對了 然後還有一個呢是 沙發危機 還喜歡沙發危機裡面的 一個 對 一個這個聲音啊 很喜歡 大家可以去聽聽看 他是第四首歌 找一下他在哪裡 這張專輯出了之後呢 我們就一直在等他的 表演 然後他就是現在台東 然後 又在高雄 就是沒有在台北 最後呢 終於等到他的 專場 11月 哇 期待死 是 現場排隊 這張呢真的是很適合收藏的專輯 如果你也喜歡學一單的聲音的話 先把他們帶回家 放在你的收藏櫃裡面 好 你最喜歡專輯裡面哪一個細節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喔 最後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下次再見